两名男子站在公庙前 你一言我一语 没想到突然一言不合大吵起来 其中一个人拿出了刀鞋猛然挥砍 把对方的双手颈部还有腹部全部砍伤 现场是血流满地 场面相当惊悚 警方接过报案火速干地公庙前 紧急将这伤者送医 同时也把挥刀的88岁嫌犯带回警局 当节挥刀流血事件就发生在新北市中和 16号上午10点多大白天的两名老翁爆发口角 根据了解双方在之前早有嫌隙 88岁张姓嫌犯一次是不满 曾经被71岁黄姓男子开口辱骂 这回看到对方又出现 愤而跑回家拿出切生鱼片的刀子 找黄姓被害人理论 每上双方没讲几句话 八旬男子就朝对方挥砍 当场血流入住 警方调查 71岁黄姓伤者经常在黄汤下肚之后 口不择言 甚至无缘无故的在大街上破口大骂 88岁张姓老翁落网之后坦诚犯行 功臣之前就曾经被对方骂过 后来不欢而散 他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这回再次巧遇 看到对方又在喝酒 气得跑回家拿刀理论 两个人之间的口角纠葛 想要报复却用了暴力手段 虽然泄了心头之恨 却害了对方被砍成重伤 自己也成了杀远未遂犯 TVBN新闻 玲瓏事礼节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